路满啊 再看看还有没有人了 类台 这人等级挺高啊 1705级纽人村 风系玩类台啊 就别来了 风系的类台没什么体验的 129的方尊山 已经有了分身啊 打起来也没啥意思 别分身好吗啊 要不没法打啊 方尊山的分身啊 你永远破不了他的分身 永远打不到他人 人一票抽完了呀 好直接换须迷了啊 爱谁谁 虽不中 我操 为什么须迷打他200写啊 现在的风系都猥琐到 都都在法房流失吗 玩类台 好这边抽奖还有 刚才那下属于异常 虚迷真言就堵得神药 对面不会无耻的风宝宝吧 对不对 大家都说同等级呢 还行啊 一般来说低等级 比无等级 那台是不风宝宝的 宝宝只要神一神 对面就没了 来对面来给我出一波 灵刃的宝宝 我想看看那灵刃宝宝 刚刚是神器 应该是秒2000 有道理 好给我拍醒我 你拍醒我你就得等死 你不分身的情况下打我 你催不住我 我就给你宝宝吃破血 你的宝宝还被我宝宝干非了 你不能封我宝宝 你就只能继续吃宝宝 无限挨杂 对不对 方论权挨杂 对不对 方论杀要是没有个分身 单挑是个 真的 方论杀要是没有分身 单挑真的是 真的是谁都打不过 你看一白灵鹃 不会分身的方论 真的不行 一个家族的 一个家族怎么了 一个家族就不干他了吗 老王十月份宝宝 十月份大概对宝宝有啥影响 我觉得 我觉得壁垒可能 可能要流行 现在的话 利劈啊 占比重太大了 利劈我觉得 从 从十月份以后开始 一定能走下坡路 因为利劈 他只有七千血 你们知道吗 传统法系起来的话 利劈七千血 完全是不够用的啊 到时候还得流行避垒 高资质避垒 到时候多技能的宝宝 还得是 价格回升 现在多技能的价格 已经降到最低了 十三技能的童子 你们知道最低多少钱吗 最低三万块钱 十三技能童子放在 对不对 最高价的时候 资质随便好一好 都卖二十多万 宝宝终于绿了一只 给你来一把平坎 出发漫天套 我带着狂暴套 一千四 对面其实也难受的 请问0708是不是你的 倒地 对面真的 你又没有办法能干死我 如果你干不死我 磨的话是磨不过我的 你血越来越少 我血基本没掉呢 我就趁你这一回合 能出手的时间 我得抓点时间平坎干 我人操作可以人贴宝宝 那也不太合适 我的血也很关键 我还能出无数的宝宝 我再出一只 随便一只高连的宝宝 给干他了 这回合子就很难受 血不多了 略 都没死 我的 我的血的质量是很高的 宝宝血的质量特别的差 如果我贴我的宝宝 那我不合适 对面也不是魔防寸 宝宝拍一下 真的不疼 真耐虚迷 真的狂干他的 对面多少血掉了 老王求姑 他为什么不分身 我让他别用分身的 好他绝望 输给了我的超级神佑 你16000血 你16000血这么牛逼 有本事 对不对 你别躺下 我就烧死你 好 开眼了 我要最体面的赢 变身 野兽 连环机 他要分身的话 咱们一点机会都没有 实话实说 方寸战分身 你一点机会都没有 而且人家两个条件 你才赢的 对面一直没分身 二是没封你宝宝 对面随便 一个分身 一个封你宝宝 而且对面能看出 没有杀人宝宝 没有杀人宝宝的方寸 其实往往更极品 他他格局比较高 就是打PK的 完了 这个逼不应该装的 没装好 人家站起来了 129级 没有那个连关机 那个精慢 你知道吗 人家还不是特意想站进 人家是毛起 914下去 方寸毛起判谁赢 毛起的那一方赢 就是有的时候 打PK不是最后的绝杀吗 点方寸 然后对面方寸 当前回合毛起 绝杀失败 然后重新判定 五五开 然后二狗就输了 就因为这个全民PK3 二狗拿了个亚军 当时的冠军奖励是50万 当时的话 全民PK3 还不是五个指挥一起打 钱还不是大家分呢 一般都是一个指挥 但四个操作手 吓了 二狗 二狗